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政费用会破百印呢 蓝英立委指控说 这比三倍去用还要多六倍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为您叫来宾第一位 是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以及立法委员费洪泰 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董俱森 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议员陈永德 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到 今天新增了本土病例 二十例并没有任何的死亡案例 传说BNT有可能九月份 就会来台湾吗 我们来听听指挥中心 怎么说 本属的病例有二十例 那没有死亡的案例 部长 您昨天有说 下午会签那个BNT的EUA 那想请问一下 是不是已经完成签署 然后就是这样的话 目前 因为一直有传说 可能九月会来台 那有没有一个 我们掌握可能 最可能疫苗 BNT疫苗抵台的时间 没有办法掌握 我们只把相关的程序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都能够尽快的 正确的把它做好 好 我们来关心 今天要新增了 有二十例的本土案例 是没有新增死亡的个案 但是关联不明的 还有四例 看起来比较多的是新北市 新北市今天就有增加了 有十四例 那么后宇市长表示 因为有一个某医院的群聚感染 当中十个人确诊 有七个人都打过疫苗 另外还有一个加护感染 有八例 这两天这两起的群聚 所以依此这两天的群聚 这个确诊数字 看起来确实都是比较高一点点了 那会不会影响到餐饮内用的措施呢 他说如果有大幅度的变化的话 随时可能会因为疫情 该收回来的就会收回来 好 目前食药署 是已经完成了高端疫苗的检验 而且也核发了封肩的证明书了 外界就担心说 这一批疫苗的品质和保护力是多少呢 而高端到底送了多少疫苗 去做封肩检验使用呢 那么为什么已经问了指挥中心 两天的时间了 但指挥中心都没有办法给出数据 难道是没有办法确实的掌握吗 李文 就是不想让你知道 故意忘记了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陈时中的态度 是有一点更小 当时期 没有办法经得起人家问第三天吗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高端到底送了几批疫苗 作为封肩检验使用 为什么问了两天指挥中心都没有办法给出相关的数据 难道是没有办法掌握说 这是疫苗的批次和数量吗 以上先写 这样的问法不好 我昨天就跟你讲 我忘了问 所以你第一天问我不知道 第二天我跟你讲说 我忘了问 用这样子的态度 我想不是一个健康的态度 那几批跟那个事实上 跟大众的利益也关系不大 那总共里面大概有四批 我们已经在封签中 那有十批在检验中 那有要求八批在要求重新补 补相关的资料中 我听完这个陈时中的回答 下巴都掉下来了 第一个呢 你前一天没有办法回答 第二天又没有办法回答 难道整个卫福部只有你一个人在上班吗 你不但还要开记者会 你回家之后还要你自己整理资料吗 你不去问别人你的幕僚 就不会帮你整准备 大家想要了解记者会想要问的问题吗 他根本就是睁眼说瞎话 还骂记者说 这样的问问题的态度不好 你回答的态度才不好吧 但更让人家惊讶的是说 他说四批合格 八批不合格 那你这个不良率不是太高了吗 八批没有通过 现在通过的只有四批 然后后面还有十批正在检验中 这样子的这么差的良率 难道老百姓不应该关心 跟老百姓的利益没有关心吗 那是要你叫我们打到我们身体里面去的 陈时中你的良心在哪里 太离谱了吧 高端的争议有越来越多 我们整理出来四大争议 第一个 高端还没有通过EUA 就已经开始量产了 就已经开始送宴了 EUA根本就是作戏一场 陈时中怎么回答 他说那是照报来 要等半年 那就等半年 那我们其他的疫苗不是一等再等 等了再等 等了又等吗 为什么高端就是特别呢 他说面对疫苗 新药的紧急授权 卫福部都有辅导计划 研发的时候 有很多的实验会平行的进行 重叠的方式去做 换句话说应该是接着做 他都是同时做 那前面的有没有过不重要 后面的就先开始做了 可以这样吗 他说这就是为了加快速度 对啊 可以这样加快速度吗 第二个问题 高端疫苗封间的批号 为什么是跳号的呢 那为什么大家问这个问题 那第一批可以用 第三批可以用 第二批到哪里去了 举例而言 那就是第二批没过 所以就要问他 那陈时中就说 因为当中有某些批号的疫苗 技术性资料不完整 又开始在那边 开始讲一些绕圈圈的话了 那重点就是什么 就是没过关嘛 所以他说要等厂商完成补件了以后 再进行检验 那就是第一次检验没有过 要再检验第二次吗 我们这样的疫苗敢打吗 可以打吗 第三个问题 疾管署的官网出来了以后 其他的疫苗都有保护力的简介 只有高端 没有保护力的数据 那陈时中怎么说呢 大家都知道他们有做三期 没有做三期的试验 怎么会有保护力的数据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记者问这个问题 是白问的吗 所以他现在采的是 免疫桥接的方式 他也是要承认 我就是不知道保护力是多少 用准的就好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 第四个问题 那请问我们什么时候 要开始接种高端 你都开放给民众登记了 预约了 他说高端的疫苗 因为比较新 制程相对比较不稳定 之前不是告诉我们很稳定吗 高端的总经理不是说 他们的制程很完美吗 为什么现在变成不稳定了呢 然后陈时中又说 相关的技术文件需要补件的 可能性还蛮高的 就是要补件嘛 还可能性蛮高的 无法掌握等到供货量 约有五六十万的时候 再来分配 换句话说 你现在每天告诉我们说 高端好棒棒 高端好安全 高端马上就可以打了 可是事实上 现在是做不出来嘛 这是开我们玩笑吗 急着要把钱搬给高端 是怎么回事啊 好 专家跟高端 到底谁在说谎 为什么这样子问呢 因为高端的总经理 之前告诉我们说 媒体报道 良率低是假讯息 是假的吗 刚刚 之前是要署长讲的 我刚刚念给大家听 陈时中讲的 不都一再的证实良率 有问题吗 四批可以用 八批不能用 请问你们觉得 这个良率是高还是低 这个数学很简单吧 好 然后呢 高端又说啦 高端疫苗的保护力 很强啊 那个Delta Beta有什么好怕的 他们绝对可以抵挡 目前的Delta病毒 及Beta病毒 这种毫无根据的话 他也敢说 也敢讲 你高端根本就没有根据 针对Delta 做相关的试验的过程 都没有 哪来的防护力啊 所以啊 在食药署公布了高端这种 一再遮掩的会议记录之后 就专家通通都在质疑啊 而且专家说高端疫苗 对最近在印度出现的Delta变种 在南非出现的Beta变种 保护效果有疑虑 那但是呢 对原始的武汉病毒啊 巴西啊 的效果比较好 就告诉你不好嘛 那你高端 不就是睁眼说瞎话 欺骗国人吗 王任贤理事长说 疫苗保护力变种病毒 株的保护力 抗体持久性等的相关研究 理论上都应该在EUA之前进行 其实不止理论上 实际上全世界都是这样 只有台湾不是这样 所以台湾呢 居然可以在上市之后 才去做监测 根本就是拿全国老百姓 当白老鼠 另外王任贤也说了 从实验室的两公升 要到量产的50公升 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不是配方放大25倍而已 往往需要一两年的改进时间 因为他们现在只能放大到50公升嘛 不像其他的国家标准的是要放到1500公升 现在只能放大到50公升 做出来的量率还有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王任贤理事长就说 以过去的经验的话 你做不到 你没有办法放大 你要改进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不是一两个礼拜 不是一两个月 那现在政府急着就要用这些疫苗 还签下了500万剂的合约 这是因为要来应付国家的紧急状况吗 第一个你不是跟我们说不紧急吗 你不是说疫苗很够了吗 第二个 那很紧急 刚刚陈思中又告诉我们说 现在做不出来 现在做了半天 偷跑先走 也只做了二十几万剂 各位不是两百万剂 是二十几万剂 现在八月到了 没有疫苗可以打了 要叫我们空出来打高端 高端又做不出来 你开什么玩笑啊 而且食药署总算是公布了 这个高端疫苗 紧急使用授权的会议记录 但对于疫苗的安全还有效力 列席的委员其实都认为 目前的证据是不足的 好 专家其实是明确 要求高端在一年之内 必须要提出疫苗的保护力 抗体的持久性 T细胞免疫 第三剂加强等等的资料 这些资料难道不是在EUA之前 就应该要做的吗 好 所以远界就来分析 国产疫苗网友施打意愿 低落的原因 从网络的声量做出来的结果 可以看到其实最多人质疑的是 审核标准的不透明 网络声量高达六万八千零九十八 那么另外也有人担心的是 出国恐怕还要隔离吗 不想当白老鼠 那么还是也有人说 因为官员不打嘛 所以当然让老百姓的心理 是有疑虑的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费委员 所以说专家都还说 有很多的资料要补件的时候 接下来难道要让大家 一边打高端 一边等着高端提供 保护力的资料吗 有人说难道这叫做先上车候补票吗 我不太愿意对又很严厉的指责 针对这些审议的学者专家 但是我们也要真的要警告 这些学者专家 你没有善尽你的责任 你看世界上任何一个 经过WHO认证的 发EUA的 让他可以再施打的 哪一个没有说明说 我的保护力是什么 我们现在台湾打的AG 我们在台湾打的莫德纳 已经即将要来的这个BNT 他们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我的保护力 但是我们这些专家 趋于上面的压力 他承担不得压力 他讲了一句话 不负责任的话说 一年以后要提供保护力 请问没有保护力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会发给你的 紧急使用的权益吗 会吗 不可能的是 只有我们台湾的专家 在从从东府下令 下给到死要署 然后就这样子过了 第一个我们的专家实在是 我是觉得 我建议不要为 那个只是出席费 一支出席费 几千块 最多上万块 不要为了这个事情 帮做出你违背你职业良心道德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我先针对这20位专家 我觉得有三位 他反对的 OK 另外15位是 是有条件的通过的 我都觉得不OK 陈思忠讲说 我利益 利益 利益大于风险 我就要请教一下 这是为了谁的利益 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吗 我打了这个疫苗 如果没有效 当我的疫情 燃烧起来的时候 是当你对人民的利益 有没有效 风险 什么风险 就是我刚才讲 一打了没有效 那就造成了风险 一个国家 如果只考量高端 现在 平常讲 高端跟联雅 它对联雅目前看起来 还没有那么好 真正只对高端好 国家的利益 人民的利益 建筑在高端的股价上 建筑在高端的财富上 建筑在有人在炒作这股票 我是觉得 你要去讲这个 利益大于风险 我不相信 陈思忠 他有那么大的胆子 他敢做这样的事 所以大家 坊间大家讲 这个压力 来自于谁 就来自于最高的人 就是蔡英文 我在这边喊话 麻烦我们蔡总统 你去想想 这对谁有利 这个风险是给谁 利益都是高端 风险 对不起 我要更正一下 这个利益除了高端 还有它相关的人 相关的人 有没有姓蔡的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 有一小群人 可是这风险 就是所有要承担 要打的人的风险 也乃至于是全国的风险 我正确 杨志良跟郝龙丁 这两天 要到高等行政法院 告 说要收回这个 给高端的EUA 杨志良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当过卫生署的署长 他是工卫的教授 也当过台大工卫学院的院长 我相信他是讲他良心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他无所谓 但是他是要为台湾的老百姓 讲解学术的良心 要把它收回来 当然 我是觉得他点出了这个问题 但是最后会不会收回来 我觉得不会收回来 我觉得卫福部 指挥中心部 因为高等行政法院的院长是谁 是蔡英文的表姐夫 他一定是妈着脸干 我真的是想不通 蔡英文乃至于蔡正英旁边的人 是为了 只为了一点钱 把人民的风险 建筑在你们的利益之上 我觉得真是泯灭良心 现在想要打国际疫苗的人 就发现了 你如果想打AZ AZ不够了 你如果想打莫德纳 莫德纳也不够了 所以该怎么办才好呢 难道是真的就只能够打高端了吗 是不是我们的疫苗 真的是够还是不够呢 因为先前指挥中心 一直告诉大家说 我们采购已经够了 所以民间不准再买了 好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份就是指挥中心所公布 使要署通过高端EUA的会议记录 这个会议记录上 其实还公布了一个消息 那是什么呢 好 那就是疾管署 到底是怎么告诉专家 为什么要给高端EUA的呢 疾管署像这个疫苗采购 其实是分三种不同的方式 有包括像COVAX买的 包括像世界厂商买的 我们采购的是2980亿万剂 但是目前世界疫苗的供应非常吃紧 虽然我们有预采购 可是供应量往往不足 或是交货会落后 目前我们包括了 赠送给这个 友邦赠送给我们的疫苗 总到货量就只有890.26万剂 代表我国疫苗的供应 仍然是有需要 而且有紧急的供卫需求 好 所以为什么 我们紧急通过了高端的EUA呢 食药署告诉专家们说 因为我们现在有公位的紧急需求 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了 所以说你看 现在BNT什么时候来 说指挥中心说不知道 然后AZ没有了 莫德纳没有了 现在高端其实也没有 因为还没有凑到五六十万剂 没得打 所以我们现在到底疫苗 是够还是不够 为什么指挥中心告诉这些专家说 我们有公位的紧急需求 一定要给高端EUA呢 我们的疫苗远远不够 但是当外界想协助的时候 政府就是告诉你够 最浅显的例子 沈护雄 沈护雄说我可以买到 一剂BNT十欧元 不给他买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还回信给他说 我们疫苗已经远远足够 国民党结合他的地方 县市首长要买五百万剂 民进党卡他 说我们疫苗很够 然后侯光山要买五十万剂 说我们疫苗很够 张亚中说我要买一千万剂 其中有BNT五百万剂 然后中国大陆的国药五百万剂 我们疫苗够不需要你 工商协金会说我们愿意支持政府 我们合买两百五十万剂 结果被行政院副院长打电话去骂 你们不要都是 我们疫苗远远够 那现在的态度已经看出来 我们疫苗远远不够 实际上的数据是什么呢 实际上数据是今年二月 苏贞昌在立法院做报告 他说我们总共要买的疫苗是 一千九百八十一万剂 里面AG一千万剂 莫德纳五百零五万剂 然后由世界卫生组织平台 COVEX买的四百七十六万剂 所以总共是一九八一 一九八一 你想想看我们两千三百万人口 一个人打两剂 那你要有至少要有三千万剂 才可以让大家有个覆盖量百分之六十啊 那差的一百万剂在哪里 他那时候密而不鲜 然后到最后 今年五月二十八 我们总算知道了 原来他是看好高端 看好狗产疫苗 看好联雅 所以各签了五百万剂的合约 大家才知道说原来你还有偷偷 原来你私下还有两个私生子 是不是就这样 那没想到这两家 他们很多手细没有完备 就一直往后偷 偷到现在 大家也看到了情况就是没有疫苗 那他去买的疫苗呢 各位看莫德纳现在国人全部想打 我刚讲莫德纳五百零五万剂 现在还有多少剂没有来 三百九十万剂 我们现在打的莫德纳主要是美国人送的 美国人送是意外 日本人送也是意外 不在你的盘算之内 那我们现在 现在人家送的疫苗总共多少呢 五百八十六万剂 我们现在疫苗总共才八百九十万剂 有五百六八十六万剂 将近六百万剂 是人家送的 你这政府哪有什么政策呢 你的政策都破功嘛 要来的没有来 那别人要送了 你就说我们疫苗很足够 那你根本且战且走 现在把老百姓要打疫苗的这些 都不晓得要把它放到哪一个位置上 所以今天看到他的方向走反 已经到了回夷所思了 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民党现在到目前为止 还在极力保护这些狗产的疫苗 我们全台湾没有人反对 大家都希望能够狗产疫苗 能够有自力自强 但是他现在还没有成熟到那的地步 现在当然你国外为主啊 那你狗产放到明年大后年 到时候很成熟了 让大家来打 大家的 狗人就没有发奖了 可是他现在的保护 已经到了回夷所思了 而且处处去卡别人的疫苗 也不让民间去买BMT疫苗 那这些手法 其实收穿了 就是要保护 他这所谓的狗产疫苗 那背后有多少好处 或者怎么样 大家都在猜测 那这民进党 如何做这样的解释呢 他的问题 他的千尝百孔 让人家觉得匪夷首思 对 疫苗到底是够还是不够 因为有这个 站在防御最前线的医护人员 出来爆料说 连医护都打不到第二剂的疫苗吗 高雄的医护人员控诉 他们收到了医院的通知说 为了要冲刺 唐凤系统的疫苗覆盖率 因此要求医护医视人员 原定要打的第二剂疫苗 暂时喊咖 往后拖延 护理师们都很担心说 哇 是不是呢 接下来会被要求 上战场可是头盔 只给我们带一半吗 不过高雄市卫生局却出面博士 说这个是假消息 就是这张LINE截图 高雄有医护控诉 突然被告知疫苗吃紧 要优先给唐凤系统的人施打 从此覆盖率 所以医视人员第二剂暂缓注射 让医护人员好恐慌 护理师的健康存折显示 今年6月4号接种第一剂AZ 院方也传讯息说 8月13号三点要接种 第二剂却临时喊咖 天天面对这么多病患 担心只打一剂 保护力根本不够 医员也接获陈琦 医护人员收到email 同样也说医视人员 第二剂暂缓注射 让议员质疑 医护前线打仗 疫苗只给一剂 仿佛偷窥只待一半 要严真的说明 这是一个不正确错误的消息 根据我们最近的统计 在这一个礼拜里面 我们平均AZ每天接种 大概200剂 莫德纳每天接种 大概30到40剂 所以基本上 第二剂接种是持续的 好 截至昨天为止 依据指挥中心 非常神奇的剂次人口 比我们的疫苗覆盖率 是35.79个百分点 好 但是在这个时候 却传出有高雄市的医护 陈晴说为了要冲 这个唐凤系统的疫苗覆盖率 让医视人员打不到 第二剂疫苗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 因为现在高雄市卫生局 告诉大家说没有这回事 这都是假消息 可是为什么又有人 会出来愿意受访说 他接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告诉他说他不能打疫苗 搞得我们大家好乱 哪个才是真的 如果为了冲高施打率 高雄市政府这样的做法 是非常不明智 医护人员站在第一线 如果不赶快让他们打完两剂 那又怎么样来保护我们呢 其实有疫苗就赶快去打 能打就赶快打 我自己也还在等 我还在等第一剂 我当时填错了 我填莫德纳 所以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 还是等不到通知 那医护人员当然是最重要的 他自己头盔只带了一半 没有两剂的保护力 他碰到了病人 碰到了疫情 奇怪他怎么样去医治人家 怎么样去保护人家 所以我们对医护人员的重视 他为什么站在第一线 当你要赶快打完两剂 你高雄市政府 居然为了冲高施打率 就算按牌序来 结果把医护人员 需要打的第二剂给人家暂缓 这样是不对的作为 但是我说我自己在等 但我拒绝打 我拒绝打高端疫苗 他完全违反程序正义 政府大开后门 让我们的国人当作实验品 这样是对的吗 我还在担心我们50岁以下的青壮精英 跟国家未来的主人公 请问他们哪时候 才能打到安全有效 有国际认证的疫苗呢 高端什么都没有 政府不要再护航高端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